又是天窗 又是庄主 我到底是跟上了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啊 刚才都谢了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你这样一个在天窗身居高位的人 跑到越州晒太阳是为何 与民同乐吗 我已经退出天窗了 老温 我欠你个人情 人情倒是不欠 你欠我一个解释 阿絮 阿絮 你是要我相信 你为了三钱银子做到这种地步吗 张成岭和你到底什么关系啊 我在越州对老渔夫的承诺已了 只是见到这孩子 身边危机四伏 我没办法坐视不理 就当做善事了 或许办 或许之后见到阎王爷 能够少受些抽筋扒皮之苦 是带相交 尔虞我诈 萍水相逢 性命相托 有意思 有意思 不过阿絮 不过阿絮 你果真和五湖盟全无半点关系 对吧 你这么问 难道你和五湖盟有仇 说到这儿了 那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那日靖湖山庄灭门 你出现在岛上 纯属巧合 我 倒也并非巧合 我不是跟着你吗 你不是说 有缘江湖再见 我呢 不想坐等缘分天赐 那自然要主动一些了 我当你是朋友 才直接问你的 你当我 是朋友 我们都在一起出生入死 这么多回了 你还只当我是朋友 温客行啊温客行 看来 你还得再加把劲喽 你怎么不问我当你是什么 管你当我是什么 走了 快下山了 是 知己